7日前港警查獲 訪制槍械 習近平訪趕兩天不過夜 凱瑪斯首建功 烏軍摧毀俄軍兩個指揮所 銀行爆煲事件越鬧越大 全鄭州警察開槍 黃小雄新官上任 搞白日行動 罔有稱忽悠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出席七一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大會 以及第六屆香港政府就職典禮 港媒稱 習近平初定在6月30日和7月1日內港出席活動 但會每天往返深圳 不會再說過夜 如果誠恨 這將是他自疫情爆發兩年半以來首次離開中國大陸 台灣中央社引述港媒消息稱 為了確保25週年大會 K第六屆港府就職典禮 順利完成 港府現屆及後任主要官員 需要提早今天開始入住酒店 以免透過家人感染 此外為了確保七一系列活動 保安萬無一失 香港警方除了在7月1日有總動員行動之外 在工作時間方面則最快週一開始 從三間改為兩間 即從每天工作8小時改為12小時 據香港南華早報稍早前披露 習近平將在香港展開一天的訪問 不會像五年前赴港一樣在香港過夜 香港準備隔離約1,000名參與紀念活動的人士 其中包括李家超和現任特首林鄭月娥 以迎接習近平的到來 香港01也收到消息稱 7.1當日西九高鐵站將有特別安排 記者6月23日晚到高鐵站外視察 發現站內有大量攝影器材 包括影音控制台等 工具箱上有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字樣 習近平上次赴港時間是2017年6月29日至7月1日 他和夫人彭麗媛出席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大會 以及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 此外他還到石江軍營查閱駐港中共軍隊 並到訪白鄉少年警訊中心 習近平五年前訪港的安保被外界高度關注 當時香港警方每天派出近1萬人後命 包括飛虎隊、機動部隊、反恐特勤隊等全部上陣 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 高層內都如此激烈的背景下 對於習本次訪港 香港警方表示要總動員出動 親共媒體香港01透露 香港警隊會總動員出動 並調派特警便衣以防恐怖活動 意味警力將超過3萬 另據中央社報導6月27日在習近平七一 出席香港主權轉移25週年大會等活動的前夕 香港警方宣布查獲一批防制槍械 以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 並逮捕了3人 其年齡由17至44歲 最年輕者為中學生 但是3宗案件彼此無關聯 無事莫斯科當局抗議 美國國防部週四宣布在向烏克蘭提供 總值4.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包括在級4套海馬斯多管火戰系統 18艘巡邏艇 1,200組榴彈發射器和大量彈藥等 烏克蘭軍方週四表示 目前已收到美國提供的海馬斯 據悉該武器射程超過64公里 而海馬斯也開始在戰場上展現神威 一舉摧毀俄軍在哈爾科夫的兩個指揮所 烏克蘭第72機械裏 是最早使用海馬斯的部隊 他們26日發表了一段 空拍機所拍攝的戰果確認影片 顯示一處俄軍大型基地 在海馬斯火箭彈的連續軍擊後 立即陷入一片火海 其中幾個BM-27巨峰多管火箭車還發生雙爆 火箭彈因高熱隱然而亂飛 如同風炮一半 烏克蘭媒體報導 在哈爾科夫州 伊九武 這兩個俄軍指揮所 遭海馬斯發射的精準導引火箭彈摧毀 這兩個指揮所設置在當地學校校園中作掩護 據資料公開機構InfoNet Palm表示 海馬斯所軍炸的 應該是俄羅斯第20集團軍 位於伊九武附近的指揮所 在電報的烏克蘭365頻道 可以看到俄軍公布的一段影片 稱烏克蘭的火箭炮 襲擊了頓巴斯的一處醫院 但是那個醫院怎麼看都更似軍營 只見大批圖有EZ標誌的俄軍裝備遭炸 車輛殘骸遍布 有俄軍在殘骸奸行走 烏國媒體認為 這就是哈爾馬斯的戰果 烏克蘭國防部長列治尼科夫 在推特上表示 感謝我的美國同僚和朋友 國防部長奧斯丁 提供這些強大的武器 對於俄軍來說 這將會是一個很熱的夏天 對於部分人來說 將是最後一個夏天 美國則表示 海馬斯雖然對烏克蘭軍隊有幫助 但是沒有任何單一武器 能扭轉戰爭局勢 美國最大的顧慮 是提供長射程的武器 會升高軍事衝突 而烏克蘭對美國承諾 不會將海馬斯 用於攻擊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先前俄羅斯曾經警告 如果西方國家提供長射飛彈 讓烏克蘭進行高精確度的攻擊 烏克蘭過去尚未被攻擊的地點 將成為俄國軍炸針對的目標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中國河南省有四家村鎮銀行 跟一傳出爆布消息 存戶無法取現或轉賬 有存戶連日到河南銀保監維權 最新網絡影片顯示 鄭州公安為了驅散維權民眾 潮天鳴槍多響 暫時未知是否有人受傷 近日 來自全國各地的 多名河南村鎮銀行存戶 在河南銀保監局舉牌抗議 要求還錢 和與河南省銀保監局局長 秦漢峰對話 但沒有人回應 週日 抗議聚集規模擴大 警方調集大批特警 並僱傭社會限散人員 和抗議人群發生撕打 抗議者被包圍 部分人被帶上大巴 在抗議者的呼舊聲中 傳聞警察在現場鳴槍威脅 據知河南多家村鎮銀行 關閉提演通道40多天 但在26日中午 有傳戶發現一家村鎮銀行 短暫開放了大約十多分鐘的線上交易 但隨即又關閉 有自稱在本地信用社上班的保安稱 信用社主任的表妹因為獲得內幕消息 系統一開 她就得以從銀行取出一百多萬存款 她還給這名保安法所提演的截圖 其他苦主懷疑 銀行的做法是為了讓內部有關係的存戶解套 事件更加劇大批苦主 對銀行和政府管理部門的不信任 有外地苦主說 我們很多人已經在前方堅持了三四天 在鄭州40多度的高溫裏 在太陽的暴曬之下 每天連續15小時 但這些都不能擊退我們 哪怕是50多度的溫度 60多度的溫度 作為應對 當地有官員以防疫手段限制撫主上街 上週三 鄭州市紀委監委發布通報 承認共有1,317名村鎮銀行存戶被副紅碼 共5名人員受到處分 存戶健康碼變為6碼後 虎主門又繼續進行維權抗議 中國河北唐山打人安後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親信王小紅 6月24日獲任中共公安部部長 自日即宣布開展所謂的八日行動 聲稱要徹底剷除黑惡勢力 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20大勝利召開 有分析認為 這個行動目的的多眾 或涉及高層內鬥 中共公安部在25日召開的會議上 聲稱用硬拳頭 保護婦女等群體 嚴正黑惡勢力保護傘等 河北省公安廳當日召開會議 在全國率先表態 官司落實 6月中以來 因為燒烤店打人案成為關注焦點的唐山市 也作表態 6月10日發生在唐山的群偶女子事件 被打女子傷情成迷 在輿論壓力下 河北當局公佈被打的四名女孩的情況 稱軍為輕傷或輕微傷 並處理唐山市公安局路不分局局長 馬愛軍等人 不過民間仍然繼續質疑 有網友說 不覺得好搞笑嗎? 好像好正義一樣 那唐山打人事件的後續呢? 太可笑了 就是一群披著羊皮的狼 臭皮狼真噁心 唐山整治也沒有用 公安局現在依然很囂張 有網友說 成天只知嘴炮忽由老百姓 最終還視老百姓吃虎受慮 一直押熱手 想讓這件事情沉下去 唐山被打女生後續 所以那四個女生就成了犧牲品 後續呢?被打女孩還好嗎? 喊口號做面子工程 我信你個鬼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表示 中共二十大前 王小紅布置公安部8日行動 目的有多重 其重點是要強化政治安全措施 所謂政治安全 包括內部的和國際上的 用中共的邏輯來說 就是在中共對內要壓制 打擊異見者 還要防止來自海外的顛覆行為 而所謂打擊黑惡勢力和其保護傘 也涉及中共內鬥 尾美時事評論員 王河曾表示 這件事件顯示他們當中 至少有一個人和當地公權力有關係 有很大的權力背景 因為在中共體制下 沒有權力背景的黑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 前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李玄華表示 王小紅上來 說要掃黑除惡 保護婦女 是因為最近發生唐山打人事件 還有徐州鐵鏈女事件等 他知道說這些話能得民心 他裝著一副勤政惠民的樣子 欺撇亂奴百姓 近年 後面 他武器 除了 豪子 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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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